不想吃公糧 哈哈哈哈哈哈 好我們這次的行程是要去 對關下俊大溪 上橘盆山 沒錯,這是我們這次的團員 Dylan 香香 瑞 然後還有一位 大叔已經先上了 然後還有在等另外一個 志祺 沒錯 好,準備出發 等等見 阿,你要幫我睡個夜配? 不累嗎? 有錢嗎? 你有粉絲嗎? OK 現在來和大家介紹一下 此次的探勘路線 首先從東埔出發 沿著八通關越嶺到西段 一路往關高前進 八通關古道建於1875年 是台灣清零時期所建築橫貫 台灣本島東西部的三條道路之一 日治時期經由日本人加以修竹 演變為可以拉著大炮 進入控制翻人的越嶺道路 甚至還可以將坦克車給開進去唷 地圖中紅色的座標點是對關駐在所依止 位於八通關10.5K處 我們將從這裡開始踏上非傳統路線 先上到海拔2600公尺的平台 緊接著一路抖下至郡大陵道 郡大溪支流 最後接上郡大溪主流 然後抵達今晚的營地 三鷹營地 好 好我們現在抵達了對關駐在所 從東浦進來走八通關古道 走了10.5K之後抵達這裡 然後等一下我們就要 先上切過山頭之後 對關山 過山頭之後才往下走 往下切 然後到郡大溪 首先要先翻越充滿咬人貓的山境後 抵達一處倒墓平台 接下來就是 知智行上身穿越一整片人造林 為了記下回家的路 在一些可能錯過的地方做上記號 雖然後來下山的時候發覺根本沒有用處 一整片森林 視覺上所有景象都長得一樣 更分辨不出做得幾好 好 OK 我們現在上來了 兩千六的人縣 是一個小草原 小平台 離開了 剛剛的 人造林 迷霧村林 然後 等一下繼續往前走 然後 月人之後 就要 下切到 俊大領道 然後 我們會在那邊吃午餐 要怎麼 要不然 在那邊吃午飯啊 好啊 大熊特休 快 我哪裡的 我的不好拿啦 我吸一口就 我吸一口我那個真的不好拿 我真的 你這不是三升嗎 沒有 兩升而已 喝別人的水就是爽 在2600小草原用完午餐後 開始下降海拔100公尺前往俊大領道 OK 抵達 俊大領道 在俊大領道上 處處可見 伐木時期所遺留下來的人造物 接下來的下切路徑 我們開始跟著垃圾走 街上下切西谷的冷線後 我們將從海拔2500 下降至2100 而就是在這條陡峭的冷線上 讓我們的領隊 喬老大 做了整晚的惡夢 好 OK 我們現在抵達了 俊大溪的滋流 等一下我們就一路沿著 峽谷下鎖 就會到我們的 俊大溪的主流 我們還發現這條滋流 其實是台灣長中山羊的地盤 我們在這裡看到大量的山羊便便 這個很困難 非常困難 真的假的 真的要掉嗎 對啊 因為它會掉啊 所以你撿到通常是這樣子啊 這個我就不拔了 你要把它卡回原位了 OK 我們到了 這裡是滋流 下來 抵達 滋流口 這邊就是巨大溪了 然後我們要再 往前走大約1K 到我們 天晚上很遠地 這個也很帥 這個 這整整方 撥起來的捏 這個 這邊很帥 對啊 溫泉喔 冷泉 喔 冷泉喔 喔 想說你這麼興奮的大叫 欸 這感覺它煞出來的捏 我又發現新溫泉它們是爽的 所以是 所以是冷的 冷啊 是冷的 來喔 當然是一個路頭啦 就是冷的路頭 冷的路頭 冷的溫泉路頭 欸那邊如果有菜一尊很細胖 那邊如果有菜一尊很細胖 欸這也不錯喔 OK 我們抵達今晚睡覺營地了 這邊還有那個餐桌啊 下一次影片呢 我們將會分成AB兩隊 一隻呢 前往居盆山 另外一隻呢 則往俊大溪進攻 就請各位敬請期待囉 掰噗